哈囉 大家好 奇異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ONE PIECE BUNTY LAST 今天的話呢 基本上好像又是彈頭島的第五波 那這次的話呢 登入這個響經嘉靈華的第五波 這邊是有這個特別活動是這個 彈頭島的香吉士吧 我們來看一下 又有一隻新的角色啦 不過這次不是跟貝加龐克有關係的 是我們這邊的香吉士還有這個 治天使的聖平是不是啊 對啊 這是治天使的S鯊魚 地底游泳 綠色的奪寶手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我先看一下喔 起伏的地面 還有這個地底游泳 這是我們這個治天使的S鯊魚 感覺很像那個欸 你看我們最近在玩那個BABY 那個就是會在地板上挖泥土的 然後可以躲在裡面 然後那個 阿鑰匙這樣 然後香吉士這邊的話是 藍色的這個守衛者 然後他這個你能明白愛的力量 這應該是反擊技吧 感覺看起來是這樣 對 然後他會踢出去這樣 然後再來是這個溫度1分鐘的Strick 沒有問題 那這邊的話呢 這是傳奇的這個角色啦 所以應該也不會太難抽 欸不過欸 這邊原本超多那個 超多這個角色的卡池了 結果這一次只剩下這兩個喔 好 那今天就來看一下這兩隻吧 先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綠色的這個聖平 大概是什麼樣子喔 喔 聖平 我們的S鯊魚 起伏的地面的話是 對遠距離陰發援內的敵人造成這個損傷 並已經幾乎不予這個震動的狀態 然後此外將遠距離陰發援內的這個敵人推出 既然發動後已經是 任用這個亮槍無效的這個效果 LP50追加這個 賦予防禦力減少的這個效果喔 然後第一段敵人的最大體力的10%損傷 最大三連擊 然後第二段的話 敵人的最大體力的10%損傷 然後第二段這邊震動發動機率是100% 會持續這個7秒 然後防禦力會減少20% 然後效果時間是20秒 冷睡時間是28秒 沒問題 那再來是地底游泳 按住技能按鈕的這個期間 減少被敵人攻擊時受到這個損傷 並可移動 此外回復自身體力 經過一定時間或是放開技能按鈕 便會產生對中均離陰發援內的敵人造成損傷 並賦予攻擊力減少的這個攻擊效果 此外增加對這個角色類型為能力者的這個角色造成損傷 技能後發動已經吸力擁有這個亮槍無效的效果 然後第一段 損傷減少70% 第一到四段的話回復量是82 然後第五段 技能威力是136 然後最大是連擊 第五段 攻擊力減少20% 最大是連擊 第五段 效果時間20秒 冷卻時間34秒 能力者的話造成損傷增加200% 沒有問題 特性 自己正在奪取財寶石可不受任何傷害 迴避附加效果三次 被中段奪取財寶石便會這個重置 並且使敵人賦予的這個隱藏狀態無效化 攻擊角色類型的利者的這個敵人石 技能一冷卻時間縮短5% 並且敵力恢復5% 攻擊擁有體力的這個敵方召喚物時間 技能一的冷卻時間縮短5% 並且攻擊力於10秒內增加30%不可重複 技能二發動了一段時間內不會亮槍 不會倒地且不會被擊飛 並且消除小地圖上的這個顯示 然後特性一 在敵方隊伍財寶區沒有這個同伴時 奪取速度增加50%並且不會亮槍 將被自身克制的這個屬性技能攻擊時 使敵人賦予的這個異常狀態無效化 然後特性二 體力在70%以上時 解除負予這個參數減少 使敵人賦予的這個盤數減少無效化 並且受到的這個損傷減少50% 自己奪得財寶石技能二的冷卻時間縮短50% 然後特效特性 體力在97%以上時不會亮槍 沒有問題 那這次的話基本上 他是我們這個奪寶角的這個角色啦 然後主要來說他這招第二的地底游泳的話 基本上也是可以那個 就是幫忙趕路的那種感覺吧 而且還會就是回血喔 那這邊是綠色奪寶手我們的 S鯊魚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彈頭香吉士各位 藍色守衛者各位 來看一下喔 我們的三字啊 來看一下 技能 你能明白愛的力量嗎 比例回復中距離一定範圍內的敵人所受的 喔 這兩隻好像都是那個欸 會有這個回血功能的 比例回復會依隊友所受的障礙而變化 然後按住技能按鈕期間 減少被敵人攻擊時受到的這個損傷 經過一定時間或是放開技能按鈕的話 便會對中距離一定範圍的敵人造成這個敵人造成損傷 並擊飛敵人 然後 此外對造成損傷的敵人一定繼續賦予這個燃燥狀態 造成的這個損傷將以自身的防禦力為準 而非自身的攻擊力 技能發動一個時間用監量槍無效的效果 LV50追加這個賦予攻擊減少的這個效果 然後第一段 損傷減少70% 第一段 依照所受的傷害損傷回復70% 第二段 技能威力527以防禦力為準 然後擊飛效果 燃燒發動機率是100% 然後會有持續8秒的這個時間 然後每一秒的話會減少 會損傷90 敵人 然後攻擊力減少20% 效果時間是20秒 連續時間是34秒 這是他的第一招 這是那個吧 這個是那個比例 喔 這個就是你站在那邊然後 按住嘛 對 按住此技能會減少 所以他那招不是反擊 他在按住之後在裡面的話會回復一些效果 然後還有擊飛這樣子喔 了解 然後會有這個燃燒發動機率100% 再來是溫度一分熟的Strick Strick嗎 還是什麽 這不知道怎麽念 我只知道他的這個羊肉Shot BBQ 好不好 我只知道這個 超遠距離的敵人前進造成損傷並擊飛敵人 此外對造成損傷的敵人以近距離不比燃燒狀態 造成的這個損傷將以自身防禦力為準 而非自身的攻擊力 技能發動後移近時間鏈永遠戰亮槍微笑的效果 第一段技能威力是615以防禦力為準 然後第一段擊飛效果 燃燒發動機率100% 燃傷效果時間是8秒 燃燒損傷90... 包含自己在內我方隊伍的成員被敵人攻擊而受損傷時 防禦力增加3% 最大增加至70%被KO後會重置 並且技能2的冷卻時間縮短30% 然後我方隊伍的財寶開始被人奪走時 被敵人奪走時技能2的冷卻時間縮短30% 並且移動速度於10秒內增加30% 不可重複 使用一般攻擊第三段造成損傷時擊飛敵人 然後技能1發動後移近時間內不會亮槍不會倒地 且不會被擊飛 並且回復被敵人受到攻擊而受到比例的損傷 幫他噴彈的體力 我說燃燃發動一定內眼不會亮槍不會倒地 就是你在幫別人回血或幹嘛的時候 那個東西不會就是倒地跟亮槍 所以他就因為他是一隻守衛者啦 所以你在裡面的話基本上站著 你就可以幫忙有一些嚇阻的能力了 不過遇到一些強行奪寶的或幹嘛的 那個也是會頂麻煩頂尷尬的喔 好 再來特性1 身在我方隊伍的財寶驅時不會亮槍且不會被擊飛 並且 使敵人賦予的異常狀態無效化 體力在70%以上時 彩保量表回復至超過上限50% 並且受到損傷減少50% 特性2 攻擊擁有體力的敵方召喚物實 造成的損傷增加300% 敵方召喚物為 擁有體力的敵方召喚造成的損傷增加300% 所以 有什麼嗎 那個嗎 餅乾人的那個玩具兵嗎 那個是造..那個嗎 餅乾兵是那個召喚木嗎 感覺好像死了 喔 我知道了 就是那個啦 那個莉莉絲他們不是有那個南瓜跟那個泡泡嗎 這樣應該是可以用香吉士來扁的喔 會增加這個300% 所以這次應該更好破那個.. 破那個誰 破我們就是那個美鷹的那個南瓜 感覺是這樣喔 體力在50%以上時 對採取財寶的造成增加50% 並且可呼吸敵人回復量表的能力 所以這次感覺是專門來用美鷹的耶 各位 因為美鷹的那個南瓜很硬 硬到不行 然後就叫這個香吉士去扁 好像是可以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了 我們今天來玩一下美鷹 我們來看一下遇不遇得到這個.. 香吉士啦 各位 走起 那這次這兩隻你們會不會抽呢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囉 哇~~ 好 那這邊的話居然我們這邊有香吉士欸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是有一個不錯的防禦的守衛者 結果原來是我們這邊有香吉士啦 我們這邊有香吉士的話 對面如果沒有美鷹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看那個效果了喔 哇 居然真的有人就直接.. 哇 而且直接拉到五星了耶 好猛喔 各位 神了吧 各位 看來是很喜歡香吉士的蓬蓬喔 好 那我們這邊來這邊幫忙躲一下好了 躲吧 然後我們來拉一下 反正目前來說的話呢 守衛者的香吉士應該還不賴 而且我們這把應該看起來就是Computer啦 沒什麽好說的 唉唷 不錯喔 我就覺得看起來目前來說 這個香吉士應該就是拿來課那個.. 課那種就是美鷹的啦 因為美鷹這邊它會放那個南瓜嘛 那香吉士這邊的話打那個南瓜應該是可以就是.. 蠻大的輸出打爆那個南瓜的 反正這幾天的話我們在玩的時候就可以看一下啦 因為我覺得那個誰 我覺得那個..我們那個.. 最近應該也蠻有機會可以遇到更多的香吉士喔 應該是不難啦 喔 沒問題 看起來這個試探應該可以再來一把唷 沒錯唷 遇到電腦了 對 看起來是可以再一把 87654321也沒有問題各位 有啦 呀哈哈哈哈 來日本版就是最好加分環節 舒舒服服啦各位 有囉各位 OK 那這邊我們再來一把看看好了喔 如果對面是那個.. 如果對面是那個誰啊 是香吉士的話我們可能應該.. 南瓜就很容易會被打掉 而且我們這邊美鷹還沒有這個滿等喔 來看一下啦 好 那這一把的話呢 欸 對面有香吉士喔 好 那我們來去看看好不好 我覺得應該是.. 南瓜應該是會被K爛啦 打一下搞不好我們南瓜就爆了 也是有可能的喔 然後我們來.. 看一下啦 唉唷 好久沒有玩這個雪山關卡了喔 真的是超級無敵久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新的這個.. 哇 香吉士 5個 好 那我們這邊先來喔 反正這邊交給這個白鬍子 我怎麼覺得我們這把.. 好像.. 大勢不妙的感覺咧 各位 沒關係 相信老爹 哇 相信老爹 這邊..開飛 這個時候開始 走走走 嗨 有啦 南瓜 哇 來咩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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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先走 先走先..欸這邊這邊 南瓜 哇靠 超快阿 他打一下我就爆啦 超快欸 果然 專拆南瓜大師各位 那香吉士 專拆南瓜大師 哇靠 好恐怖喔 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邊叫個南瓜出來應該也是爆開的 這南瓜應該超快就被弄掉了 對啊 哇靠 南瓜被踢爆啦 一下欸 一腳踹南瓜 這個有喔 這個一腳踹南瓜 有喔 很猛喔 各位這個 一腳踹南瓜 OMG 滾 這邊我來手 好好笑喔 各位 有欸 那我覺得香吉士就是做來用美音的沒錯了啦 各位 對啊 那個很明顯的各位 他就是做來用美音的 那個一腳 就把我的那個南瓜踢爆了欸 不過也是 也是有理阿 因為我的南瓜 其實算是比較那個 比較 比較脆弱的 因為我還沒有滿等你知道嗎 我是一個 沒有滿等的這個脆弱南瓜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有可原 哇靠 完了 不要 不要 哇 踢爆了 完了 好吧 這遇到了這個 厲害的玩家 那也沒辦法各位 哈哈 要爆啦 哇這個大盒怎麼每天都在那邊搞搞搞啊 這大盒怎麼一直沒死啊 好恐怖喔 對啊 這大盒怎麼一直沒死啊 這就是傳說中的這個 在點裡面就不會死了那個 好像是欸 哇搞不好這個 這紅白也太強了吧 完了 一百等紅法 要那個修 老爸不要搞啊 好 沒關係 欸不是啊 他們怎麼 不是我覺得是 我覺得可能不是香吉士的問題欸 我覺得可能是我自己 這隻美印的這個等級太低的問題欸 我的這個南瓜 隨便一個人來 都隨便就直接把他給打掉欸 我的天阿 太可憐了吧 好 沒救了 哈哈 沒啦 各位 OMG 唉唷 321了 哇 不過香吉士的那個 一腳踢爆的南瓜應該不錯欸 可是我剛剛那個什麼啊 我的南瓜也是被那個大盒一槌就打爆了耶 可能我自己太爛了 哈哈哈 itu 我們啦 然後那個 小子 其實 你 好